HELLO 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的手机电玩新闻报啦 那我们看一下本周又有什么游戏赏试吧 《魔灵召唤 科罗尼克战记》 是由韩国常商以《魔灵战记》IP基础打造的多平台游戏 是首款以IP制成的MMORPG 将以召唤师《战争宇宙》的早期故事 作为主题开创的全新概念 融合了召唤、收集、策略、组合等乐趣 写下的全新冒险篇章 玩家将可以与欧比亚、基娜、克里芙等三位顶尖的召唤师 还有五种不同属性的魔灵一起开创展新的冒险故事 一开始有三种之夜 战士、法师、祭司 不过是固定角色的性别 游戏是3D的战斗玩法 游戏的画面采用现今最流行的卡通渲染技术 画面呈现的感觉非常好 另外玩家除了技能之外 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攻击模式 打造出不同的元素攻击 在这个吃重元素相克的战斗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而除了游戏的画面非常好之外 在游戏的代入感也非常棒 在叙述故事的方面 采用的是3D动作画面 而在战斗完之后还会直接变成动画的模式 故事之间的衔接感非常好 而游戏将魔灵召唤的核心内容、召唤兽还有MMO相结合 创造出有别于全作的冒险与战斗玩法 而玩家将可以操纵独位魔灵和魔灵们一起组队战斗 一起冒险享受游戏的乐趣 另外更有多样的组合探索玩法 还有解开陷阱、拼图等巧妙的装置 需要动囊传关内容 当然也少不了与团队一起合作攻略地下城 首款开放式仙境MMO福生幻境 在本周正式上市 而游戏更请到了甜美女生、少雨薇带来游戏代言人 游戏是一款仙境瑕士题材的开放动作角色扮演手机游戏 而玩家将在唯美的仙侠世界中 自由无缝的探索 又是共同守护大世界 在游戏中共有四个职业 凤狐、土味、灵狐、龙剑 而后面可以转直的两种方向 游戏的画面採用的是身体的动作玩法 不过採用的是水末化风格 在战斗的时候也会切换风格 感觉还蛮特别的 而除了有多样的技能之外 也可以使用个人的怒气攻击 另外一种技能是觉醒技能 能够将武器变形还有技能进化 也会有特殊的动画去演绎 另外也有翅膀可以装备 在装备之后就可以随行所欲的飞行 不过整体的游戏玩法就是这样啦 稍微有些单调一些 由Snowplane Studio推出的手机游戏新作 战锤40K 战速 在本周上市 由细细款全新的奎合制 战速测续游戏 背景设定在战锤40K 这个拥有无止境充足的宇宙当中 在战斗上面 当敌人接近的时候 玩家需用山游、地形 还有位置优势、部署军队的武器 利用指令特性和专要技能来获取胜利 也能使用每位特殊角色的攻击方式来攻击敌人 而玩家将带着宇宙最强大的战士 进入快如闪电的策略战斗 掌控权完全在玩家手上 唯有凭借着出色战略才能赢取胜利 率理军队使出征战 少到银河系所有反抗势力的同时 并挖掘更新的战术 暴走兄弟吉出奔跑 是由日本小学干金色参与兼修 与曼塔游戏联合开发的正版授权IV新作 将尝试带给玩家远之原味的体验 从会看动漫一起主车比赛时的回忆 一开始可以在三种四季车中选择其中之一 直线加速的冲锋战神 玩速加速的硬速战神 还有比较平均的黑色战神 在进入游戏之后 一开始还会像赛车一样需要强炮 在游玩的过程中 也是可以观看所有视野的画面 算是还蛮有临障感的 不过在四季车竞技的时候 玩家是无法控制的喔 而游戏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改造 玩家可以针对四季车的所有部位 去做不一样的改造 也可以去扭蛋的地方 就换取所有的配件 车底、底盘马达等等 当得到更好的配件安装上去之后 就可以提升四季车的数值 而因为游戏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这些数值是有机率 可以提升在游戏中遇到所有的关卡 所以就需要针对斜坡、高台去做配件的调整 算是非常怀旧又真实的设定 星之飞飞Saga在8月17号整式上市 游戏采用最新的虚幻引擎进行开发 让你曾经试着体验 挖了刚多的世界宏伟建筑 在游戏中共有四种职业 狂战士、魔法师、守护者、还有营武者 游戏的画面其实还可以啦 虽然没有到很好 但是就是差强人意 在得到坐骑之后 就可以360度的向天空飞行 而在战斗上面 使用的技能也是非常华丽 也能针对每一场战役 自由调整技能对战 将相生相克发挥到最大的功效 另外也会有多人组队的战斗 组队战斗的玩法算是比较有趣一些 整体的游戏玩法还算还可以 《僵尸神通》时代是由美国动画影集 《僵尸神通》最后的其中 改编了回合至RG手机游戏 故事的背景就是以僵尸神通为主 在这个世界中拥有寓术者和非寓术者 而寓术者是可以控制一个元素 火、气、水、土 只有作为主角的神通王才可以使用所有元素 而因为烈火王的背叛 导致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危机 游戏是一款回合至了冒险战斗RPG 战斗部分就比较简单一些 除了可以使用技能之外 也会有连击技能攻击 当然就要消耗一定的怒气值才能使用 以团队战斗还有独特冒险为序列特色 也能招募新的角色进行培养升级 还有制定自己的小队 而在原作中包含了安、苏卡、阿爸、苏克等 原作中的角色都会登场 一同帮助玩家完成神秘 还能够在这个游戏之间中 发现了更特别的故事、事件 更有僵尸神通宇宙的全新剧情 而当然我们主角的安也会有神通模式喔 也可以使用专属的技能招式 判案我最6是一款恶搞的养成手机游戏 玩家将扮演一名县官 通过利用玩家超高的智慧 不断来完成各种案件 最终获取游戏的胜利 在游戏中 玩家需要将大佬整理干净 也可以建造很多的新房 让犯人觉得舒服的话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钱 也能开启更多的建筑物 而治理得好的话 皇上也会派一些人 给夺一些的奖励 玩家需要依照你的官阶 每天的判案也会有次数的不同 玩家需要时刻注意身边 一些细微的对话线索 只有在意这些线索才能快速的 挖掘游戏的真相 当等级晉升之后 也能晉升不一样的官司啰 无奇迷途是由MBCC工作室研发 是以网络发行的机式战术手机游戏 游戏融合了部分的塔坊和战棋元素 是一款类似明日方舟的策略塔坊手游 也包含了一些解密剧情和角色扮演 玩家将扮演 米洛斯危机管理局 一具收容紧闭者的管理局新任局长 在一次危机之后你失去了记忆 为了找寻自我 以及那些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 游戏的玩法就是塔坊玩法 而不一样的是 塔坊玩法下还加入了战棋元素 玩家在战斗的时候 是可以移动角色的位置的 这一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而另外也会有多样的职业 还有技能可以使用 而在游戏中最满意的就是他的游戏画风 风格偏向暗黑的风格 而在叙述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像每一位禁闭者都有不一样的个性 在游戏中也将这些人物 比起一般患者更深的精神异变程度 都用语音和画面演绎出来 算是一款蛮不错的手机游戏 同名动画改编的游戏新作 忍者亂太狼 无限之虎大暴走之段 已经开放了事前登陆活动了 预计在今年秋季推出 游戏是根据日本NHK教育台 正在放送的动画 忍者亂太狼为题材打造作品 内容是官员为了破坏八方灾 能够入手一个能复制任何道具的神秘之湖 并阻止其征服世界的野心 而最近又有了正版 航海王冒险动作的手机游戏新资讯啦 代号伙伴 由东一动画整版授权 撕带3D画面 加上豪华原版神佑配音 并且拥有原汁原味的动画再现 在画面上也拥有了超强打击感的硬核动作体验 与超高自由度的伙伴开放养成 为玩家带来一场极致的海山冒险之旅 如果还有游戏的新资讯的话 我会再通知大家 魔方数位代理发行的 精灵世界冒险UPG 奥奇传说 目前预缺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啦 游戏是同名网页游戏改编而成 而游戏的故事是以精灵世界探索为主线 玩家可以在体验故事的同时 探索精灵世界的风貌 穿输在各个大陆之间 逐渐揭开古时的迷雾 而在下礼拜有什么有趣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机游戏上市呢? 想萌科技代理日式幻想RPG 新作 悠久之数 确定会在8月24日正式上市 超过10万只的剧情 还有庞大世界观的设定 经典的日式RPG玩法加上光影特效的加持 以角色和机甲专属的战斗画面展示 风格久一的战斗场景 相信会为玩家带来与众不同的战斗体验 以上就是本周的手机电话新闻报啦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的点赞订阅一下 也麻烦开启小铃铛啊 我是大玩搞快加快 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